3月15日明星邓伦偷逃税被处罚并追缴1.06以元引起网友热议 而西数历年来偷税漏税的明星艺人 一次又一次刷新大家的三观 忍不住感叹明星太有钱了 毛阿明他被查了两次 第一次偷税漏税金四万 第二次逃税二十七万 肖强他也曾偷税漏税最终打输官司 被判决补交税款724万台币 吴宗宪偷税漏税贯犯2003年被报漏脚一千多万税金 首次遭限制出境 2004年因漏脚百万税金再度被限制出境 2006年年底旗下公司再度被报漏税 吴宗宪经历三度抗税败诉 补交税金高达一千零八十万元新台币 刘晓庆曾偷税漏税一千五百万 因此次事件他还入狱了一年 范冰冰他是刷定大家认识的开端 偷逃税1.3亿元 加上法金近高达8.83亿 关键是范冰冰还把罚款给交上了 真是有钱 而在这次事件后 范冰冰的演艺事业全毁了 谋爽曾偷逃税1.91亿元 最终被罚2.9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他一部戏片酬就高达上亿元 日期208万 让人惊掉下巴 更让人惊讶的是 主播一姐薇雅 投税漏税6.43亿 最终被罚款13.41亿元 从早前的小金额到如今的上亿 一个一个的刷新底线 但在法律面前 任何流量都不值一提 一旦被查住就会收到处罚 也希望各位明星收到警告 从与鲜血做人 挑战法律底线的结果就是聊聊